这是一只人工合成的超级蜘蛛 红蓝相间的皮肤象征着她的强烈毒性 她悄悄爬到男孩手上 接着一口咬下 剧痛到男孩一下甩开她 手上留下了硕大的伤口 男孩并没多想 但回到家后 她就感觉身体红身难受 刚脱下衣服连站都站不稳 她瘫倒在地上 手上的伤口开始发肿 体内的蜘蛛基因开始取代她的基因 当她一觉醒来 诡异的事情接连发生 她戴上了近视眼镜 结果啥都看不见了 尝试摘下来却异常的清晰 一夜时间静视好了 不仅如此 还莫名地多出了一身肌肉 连胸肌都很硬 她感觉红身充满力量 下楼一个飞檐走壁 连早餐都不吃就出门了 而到了学校 真正的才艺开始展示 女生迎面向她走来 她正要上前打招呼 突然察觉到了危险 女生脚下一滑 她起身将女生搂在了怀里 将所有的东西稳稳接住 这一下也博得了女生的欢心 她刚准备继续吃饭 突然发现叉子粘在了手上 吓都吓不来 她将扯下来 嗯 居然拉出了只猪丝 而下一秒 突然射出猪丝 粘住了对面的餐盘 她害怕被同学发现 于是赶紧收回 无意间却砸到了班里的恶霸 逃完了 凶速起身赶紧跑 可餐盘还被猪丝粘在手上 这一幕被恶霸看在了眼里 恶霸气质汹汹地向男孩走来 男孩从小就被这个恶霸霸凌 凌辱 欺负 恶霸一拳朝着她打去 但被男孩躲开了 同学们都赶来劝架 他们都说希望能好好地解决 可恶霸丝毫不理会 用拳头直直向她再次挥来 奇怪的是 这次又被男孩轻松躲开 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恶霸的拳头 对她来说简直太慢了 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 恶霸急了 开始疯狂攻击 却被男人一把抓住了手臂 直接被掰成了鸡爪子 然后一拳打飞 餐盘又倒在了她的脸上 终于为自己一雪前尺 在场的围观群众都不敢相信 一直懦弱的男孩 如今却轻获神力 男孩在学校一战成名 他兴奋地跑到了角落 查看着自己的伤口 又抬头看向了蜘蛛 他好像明白了啥 他将手指按在了墙上 直直向上爬 竟然可以垂直攀比 男人高兴坏了 他以前拥有了蜘蛛的全部能力 他可能还不知道 一段时间后 他将会成为蜘蛛侠 被蜘蛛咬过一天之后 这个男人的手指长出无数根道刺 每根都锋里锯齿 获得了垂直攀比的能力 因此他拥有了超高的弹跳力 可以来回在大楼之间跳跃 蜘蛛的吐司能力也有 现在他能从手腕 发射超强粘性的吐司 他第一次尝试了远距离的泰山飞跃 结果摔了个狗吃屎 有了超能力之后 他的第一个目标则是要搞钱 因为他毕竟还是学生 想要买辆跑车 来博取女神的欢心 于是他看到在不久后 有一场地下拳击赛 如果能取得比赛的胜利 能得到一笔巨蛋的报酬 他开始每天在家里不停的练习 还给自己设定了一件专属战衣 很快就是比赛的日子了 当他来到全赛现场 看到对手是一个超猛的巨无霸 光着一身肌肉 就让人蒙风丧胆 比赛失败的伤者都哭爹喊名 而比赛的规则是 只要能在龙四里坚持超过三分钟 就能拿走三千元美金 男孩刚进场就被拳击宝贝们疯狂炒粉 骂他弱爆了 当比赛开始 巨无霸开始猛烈地攻击 他发射蛛丝 一个灵魂翻远直接躲破 巨无霸急了 拿起一个凳子 对他狠杂下去 把他击倒在地 最终他灵机一动 用了中国功夫对他猛踢起脚 这个巨无霸就被打倒在地 这下这个肌肉男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拳击赛也赢得了新的胜利者 他兴高采烈的钱去领钱 但无联的主办方只给了他一百块 欺负他还是个孩子 他对他说 男孩也没有办法 气声走了 而这时 一个抢劫犯持枪走进来 抢走了主办方的钱 报应来得极快 主办方叫男孩帮忙拦住劫匪 可他却让开了身子 放走了劫匪 男孩心中无比的痛快 当他来到楼下 看到了自己的叔叔躺在地上 已经奄奄一息 从警方的口中得知 有人抢了他叔叔的车 并对他开了枪 就这样 男孩眼睁睁地看着 养育自己成人的叔叔 离开了人世 于是 蜘蛛下开始了第一次出击 一定要找到凶手 这一次 他没有再害怕 而是荡着蛛丝 在大楼间飞速跨越 最终 在一个远处的厂房 抓住了凶手 之后他惊呆了 这人竟然就是 被自己放走的那个劫匪 一瞬间 自责 后悔 震惊 涌上心头 他还没缓过神来 歹徒就用枪 对肿了他的脑袋 却被男孩一把抓住 终于为叔叔抱了仇 之后 男孩一直活在悔恨当中 是他纵容了恶 恶的因果却找上了他 他回想起叔叔 对他说的那句话 能力越大 死个人越重 他也铭记在心 随后 他终于行侠仗义 打击犯罪 不久后 在这诺大的纽约城 一位蜘蛛侠诞生了 城中的歹徒 也对他闻风丧胆 因此蜘蛛侠也遇到了 第一个反坏对手 绿魔 绿魔此时在城市里 到处杀了 肆意破坏 蜘蛛侠赶来救人 一脚将绿魔踢倒 两个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就在蜘蛛侠 要救女神的时候 绿魔准备对他痛下杀手 蜘蛛侠一发蛛丝 粘在绿魔脸上 随后一个后空翻 用手将滑向一毁坏 首战 蜘蛛侠获得了胜利 之后绿魔对蜘蛛侠怀恨在心 不久 他又开始惹事了 抓住了暴射的老板 为的就是引蜘蛛侠嵌生 绿魔用喷舞将蜘蛛侠迷晕 蜘蛛侠开始从高空飞速地坠下 原来 绿魔是看到了蜘蛛侠的潜力 于是邀请蜘蛛侠和他一起合作 但蜘蛛侠心向正义 他拒绝了绿魔的请求 绿魔气急败 或者向蜘蛛侠扔出许多的暗器 蜘蛛侠凌空一远 躲过了大部分飞刀 但被最后一只划伤了手臂 蜘蛛侠发射蛛丝 将绿魔狠狠地一脚踹飞 蜘蛛侠又一次打败了绿魔 就在中午 绿魔竟然来到了蜘蛛侠的家里 原来绿魔的儿子和彼得是很好的朋友 两家正好约了吃饭 彼得刚好回到了房间 绿魔听到了彼得房间里的声响 疑神疑鬼地上前查看 蜘蛛侠刚好躲到了天花板 勉强躲过了他的视线 但手臂上的血液掉到了地上 这一下还是给绿魔注意到了 这时男孩换好衣服回家 当他脱下外套后 袖子上的血迹被大家发现 这下绿魔就知道了真相 眼前的男孩就是蜘蛛侠 他再也坐立不安 起身走了 绿魔要对蜘蛛侠展开激烈的报复 要开始从他的家人入手 这晚一个炸弹丢进了围仪的房间 把他吓到了精神失常 他又抓住了蜘蛛侠的女神 还抓了一个满载孩子的缆车 把他们放到了高空的大桥上 蜘蛛侠赶来救人 绿魔直接同时送开两方 蜘蛛侠没有犹豫 他飞快地向下坠落 先是一把抱住女神救下 然后在即将坠落的时候 抓住了缆车 然后射出猪丝 才暂时救下了所有人 与此同时 绿魔开始攻击蜘蛛侠 但蜘蛛侠不能反击 他只能拼命抓住缆车救人 这时绿魔准备痛下杀手 但桥上的穷种开始攻击绿魔 向他扔东西 他们都大声支持着蜘蛛侠 要帮他守护正义 这时蜘蛛侠终于把女神和缆车 放在了路过救援的船只上 还没缓过一口气 就被绿魔带走 扔到了一个废弃厂房里 然后一个炸弹向他扔去 蜘蛛侠已经受了重伤 他再也打不过绿魔 被打得变体鳞伤 蜘蛛侠将蜘蛛侠一脚踩住 开始对他狠狠威胁 说在蜘蛛侠死后 要好好地折磨他的女神和家人 蜘蛛侠已经忍无可忍 爱的力量突然让他抱走 他一把抓住了蜘蛛侠的武器 一下把蜘蛛侠出了好几米远 然后射出蛛丝 将后面的墙拉倒 狠狠地砸在了蜘蛛侠的身上 他还没缓过神来 对着他又是一顿暴揍 没过一会儿就把蜘蛛侠了 他开始苦苦哀求摘下了面罩 蜘蛛侠惊呆了 他竟然是好朋友的父亲 已经再也下不去手了 就在这时 绿魔操控华祥义刺出刀刃 想从背后偷袭蜘蛛侠 蜘蛛侠的蜘蛛感应再次触发 他一个扣空翻躲过 最终华祥义迎面四项的绿魔 他给自己送出了致命一击 临终前 他请求蜘蛛侠别告诉他的儿子 这是他最后的良知 结尾 蜘蛛侠把他的尸体送回了家中 但这一幕也被他的朋友看见了 蜘蛛侠踪中了绿魔的临终医院 没有把真相告诉朋友 但好友无法忍气通声 他把所有的仇恨都怪坐到蜘蛛侠的身上 他发誓 一定要让蜘蛛侠血债血偿 最后 女生也向男孩示爱 但他忍痛拒绝了 因为英雄往往就是这样 虽然时刻背负着恶意 却依旧要逆风前行